女人被丈夫推到海里 她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膊 恳求丈夫把她拉上去 男人看着苦苦哀求的妻子 脑中浮现出支票和岳父的指责 她心一横 想到妻子往日的抱怨 便直接放手 把妻子丢进茫茫大海中 很快妻子就被海水淹没 评论区打出狗头保护 男人这时才开始大声呼救 可一切为时已晚 妻子早已不见踪影 好在女人命大 被路过的渔民救下 她浑身上下遍体鳞伤 拖着毁容的脸来到闺蜜家 闺蜜被吓坏了 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 把她赶出家门后 看到纸上留下的凤子 才意识到刚刚的疯子是阿凤 闺蜜连忙追出去 在语中和阿凤抱在一起痛苦 阿凤被毁容了 在闺蜜的陪伴下来到医院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修补整容术 阿凤的容貌恢复了七七八八 另一边阿凤出事后 丈夫阿辉第一时间将岳父送进老人院 即将被送去美国读书的小外孙 打电话给外公 告诉他以后不能去看他了 老人得知此事 怒气冲冲地来到女婿公司 大闹了一场 争吵过程中 老人意外失足掉下了 很快老人的尸体被救护车拉走 阿凤听到消息闻讯感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丈夫坐上警车扬长而去 就在阿辉收拾行李打算离开这里时 阿凤突然出现在家中 阿辉直冒冷汗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试图扑阿凤 还搬出以前的誓言 不管他犯多大的错误 都会获得原谅 阿凤冷漠地望着渣男的眼神 至今都是我忘不掉的童年音译 就在渣男演绎着深情原设时 阿凤掏出匕首 猛地刺入渣男大腿根 阿凤朝他连刺几刀 质问他 我和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居然把我推下海 你不爱我 可以选择放弃我 阿辉非但没有丝毫愧疚 还大言不惭 嫁给我是你命不好 阿凤对他恨之入 决定要和阿辉同归于尽 他割断燃气管举起打火机 痛斥阿辉 我为什么会嫁给你这个 狼心狗飞的东西 与此同时明明回来了 他摁不到门铃 不知情的邻居看到明明够不着 便主动帮他按下门铃 门铃开关在电路接通的瞬间 产生电火花引爆空气中的燃气 恶有恶报阿辉命丧当场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电影是艺术也是娱乐效果 不要过多代入个人情感哦 感谢观看